那个最后四个字是AVIR 对不对 那个就表示说 这个药直接攻击病毒 直接攻击病毒 这样的药其实不多 你知道 你看我们不久以前 有一个中药也是可以治疗 新冠一号 那个就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完全有科学基础 那你看这个要制造这些新药 其实不容易 你看莫沙东 莫沙东是莫克尔 莫克萨 三家公司合并的 才叫莫沙东 那后来你看还有另外一家 李莱 几乎所有的大公司 都各自称雄500年 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台湾才在这一方面 非常的进展 非常 就这个是没有办法 那新加坡跟印度不一样 新加坡跟印度他们觉悟了 说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拼 我去制作你那个 那个智慧财产权没有以后 那我变成学名要 就赚那个钱 没有做钱没有 台湾也有一些了 这个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每一个要 一百个成功不到一个 而且你做到快要成功的时候 你这家公司大概垮了 那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你靠大公司来买这个 那才把我们这个小公司 勉强有点利润 大家分了算了 我们回家吧 就大公司吞去了 所以那公司越来越大 那个名字越来越长 名字越来越长 一直往上加就好 对对对 一直加上去 就像美国女人加了五个丈夫以后 那个名字越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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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长 那都往上加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 如果是完成第三期有效的话 那也是对这个病 很大的很大的 break through 这个突破 我来报告一下 我念统计 其实我们念统计很多 像我的学长学弟同学 到药厂 大概有一半的以上 都是到药厂 他们在 他们要做任何一个新药 你看投资这个药 已经花了32亿美金 那不是全世界 没有几个公司可以做的 钱太多 可能会失败 像我们药学 Farmaceutical的一些 很多的教授 他一辈子 他就要做一个实业 药厂给他一些钱 他每一个share 就要一个penny 可是这个如果成功的话 那是几万倍 所以药厂也投资在 各个学校 药学的一些 教授做实业 举例我一个案子 给你100万 200万美金 这投资一万个 只要成功一个 就OK了 所以我们台湾 在这一方面 我是觉得 我们也不要说 我们一定要 也要去做这个 这个是非我们能力所及 我们必须得讲实话 但是我们 这次新冠 新冠这个肺炎 如果能够过 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 然后能够 让大家过正常的日子 一定要有解药 没有解药 是无法去过正常的日子 讲到钱 我想到一个 就今天这个 废委员在呢 这一定要请教 因为呢 今天的自由时报 总编辑呢 周景文 他写了一篇 就说台积电 跟鸿海 他们买的这 1000万计的BNT 上海复兴呢 每一计拿8块美金 所以呢 就是因为他代理嘛 所以呢 他在这一笔交易里面呢 赚了23亿多台币 这就让我想到 你看光是为了带 光是你拿到这个代理呢 你就可以赚到这么多钱 所以就要请教这个废委员 难怪那个时候呢 透过东阳嘛 他们透过这个香港雅各城的时候 国内不就传出来 有无姓立委介入吗 然后等到呢 后来呢 郭台铭冲出来说 他要去买这个500万计的时候 他不是有讲 就说民进党内各派系 有各种各种这样的抢夺 然后那时候呢 也有传闻说 立法院呢 有不止一个派系的人 在从中呢 去阻挠 去阻挠郭台铭 他那个阻挠的意思是 他们要呢 拿到这个代理权 他们要拿到 要拿到代理的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 我支持雅各城去拿 或是我去 跟支持某一家去拿的时候呢 这个的派系 因此呢 就可以分一杯羹 然后就是壮大 他们自己的竞选经费 政治现金等等 是不是这样 当然 我要跟各位报告 那个钱很大耶 23亿多台币耶 我在这个节目 我来讲 我又是绣了一张 东洋写给上海复兴的一封信 我有给赵大哥看 没有公布 那都是真的 第一次在立法院的立法 有一个立法委员说 东洋给你的秀的价钱 是不是31块美琴 那个尾就是我 我也不是什么神的话 就是人家把所有的资料 第一个开始就提供给我 只是后来那个线呢 那个线不能再讲太多 人家就知道 是谁提供给我的 那封信我有秀给赵大哥 我说当时东洋啊 东洋不要吹牛 是直接跟德国 就是经过上海复兴 因为他们写信 就写给上海复兴的人 我不要去讲什么人 当时 当时这个线断了以后 这个线 其实是差了没有多久 就是这个雅克城 找到了信东 信东找到了吴信委员 这吴信委员曾经有报纸 有登过他是谁 一计听出来就是45块钱 不加上冷链的钱 31块是加上冷链的钱 当这个讲这个话 赵大哥是在去年啊 去年11月份的时候讲的话 就在这个节目上讲的话 所以说平常讲 4月10报写这种话了 我绝对没有什么意义 刚才我们讲这个药 如果开发成功 那就是大赚特赚 如果开发不成功 这32亿美金就是打水漂 上海复兴一开始投资BNT 他也不知道会失败 就好像我们讲的基亚 基亚当初开发的那个药 包括那个中研院的院长 那个翁启慧 翁启慧他们的 那个都是失败的案例 那都是亏了不少不少的钱 所以这人家能够赚到钱 平常讲那是商业行为 也不需要讲那么多 刚才我们讲的吴信委 那个事情 我认为都是真的 他就中间可以拿 就是说我今天 比如说我帮了某一家 取得这个贷权之后 这家的业者 可能就要给这个某立委 或某派系政治现金回馈 更正一下 这个翁启慧 院长他们那时候的 就是号顶的这个案子 他那个药 他还在做 他还在做实验 还在继续做 我没有希望他成功 他没有到失败 他还在做实验 他如果能做成功都很好 基本上 就是说如果说 资助时报讲的 对的一记抽八块 我算一下 他就22% 23%了 还好 因为他不是只是代理 他还有投资 对 那换句话说 就是在场演商 其实他不赚你钱 才奇怪的 他干嘛白给你服务 他就是赚钱 他赚钱 一记30块 31块 那40几块要赚多少钱 一记40几块赚多少钱 不是不是 陈时中还不承认 还说怎么可能 30几块买到 你记得吗 陈时中还如果在便宜 现在问他说 当时我看不到以后的价钱 就比如说他买的比这个贵 他付的钱比这个贵 所以在商演商 这个就是一个商业活动 我做一个代理商 我中间要抽我一定的commission 天经地义 本来就是这样子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